粉紅超跑在今天上午來到了雲林 事實上一路上都有許多的感人勵志故事 像是這位姓仲郭玉婷出身 是因為走閃待在保溫鄉 但是遮光蓋沒有蓋好 讓他勢力受損 不過即便只看得到微弱光線 他還是要繼續跟媽祖 背包上的後紙板寫著跟媽祖 我看不到但我想跟媽祖 左手搭著女友的肩膀 一步一趨向前行 郭先生儘管勢力受損 還是前程跟著媽祖 順利只剩下微弱光線 但媽祖就像一道光指引著他 已經走第四年了 在女友的指引下 憑感覺越上貨車 要跟上媽祖的腳步 那時候哭得蠻慘的 就覺得很像媽祖 他會這樣子摸你的背 這樣子感覺 因為剛好我們是趴地上 扣頭這樣子 一路上很多巧合 神奇的是讓郭先生點滴在心頭 像我們那時候在過西羅大橋的時候 那個橋很小嘛 然後大家都會看顧你 怕你被人家撞到啊 什麼樣 然後我後面就站了五個人 幫我擋後面的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蠻感動的 雖然不同方向來往人潮又急又壯的 對過身相當困擾 但一路上很多人的幫忙給了他勇往直前的力量 揮揮手副駕駛座上的是一位相燈腳 走累了歡迎大家上車 駕駛大哥的善心讓香燈腳覺得好窩心 就有心來就做啊 大概已經四年了 反正他走我就想要跟著來啊 來服務啊 沿路還有人幫忙推拿刮沙 讓大家稍作休息再跟上 而這輛車超吸睛 用捏面人做成Q版媽祖 搭乘噴射機 讓不少香燈腳停下腳步拍照打卡 巧思各自發揮大家用對媽祖的情誠敬意 跟著一起進香去 記者魏林彥 卓偉哲 彰化報導